我们都知道这个G20开幕了 那么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二十国集团 其实它是19个国家加上一个欧盟组成 是吧,1999年在柏林 那么开始的这个G20它是七国集团 加上金砖五国,加上七个重要的经济体 那么加上一个欧盟 这次我们认为它主要是气和贸易和伊朗问题 那么很多人一直在关注在大阪举行的这次会议 尤其是它的一些花絮 比如说它提供的桌子 有点像小学生的这个客株 个子稍微高一点的 两腿就没地方放 几乎成柜子 那么在这个二十国领导人的合影中 我们看到了 其实我们知道在它出席这个G20峰会的时候 国内的各大主流的宣传媒体就已经把它打造出来 类似于一个没有退路的这么一个状况 调门喊得很高 所以我们很难知道它能做出什么样的让步 那么现在的问题在这儿 G20给我们感觉到的应该来说对中国人最主要的还是中美贸易问题 到底会不会产生一个和解 是像有些人剧透的那样 中方提出来至少要重启谈判的进程 还是会有一个协议 因为中方提出了很多附加条款 尤其是关于这个取消所有的加税 这一点我相信 美方是无法答应 而且川普在去G20的过程中 发了一个推文 意思是无聊 川普到了大阪以后 我们看见他甚至跟普京说 你不要干涉美国的大选 当然他也针对印度这样的国家 谈了一些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 川普与习胖呢 应该在周末有一个工作午餐 11点半到1点 那么这90分钟会谈什么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大家都在猜 但其实美国人并没有钱 如同这个新加坡 川普与三胖会谈一样 那么川普跑出国去参加G20 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新的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有几个是涉及到中国的 针对中国呢 他从这个强制技术转让 一直到合成阿片 就是去年开始传得沸沸扬扬的这个 合成毒品问题 还有一个是涉及到台湾 要求重新评估 并且加强台湾的国防任意 呼吁美军和盟国 继续保持在台湾海峡的正常行情 那么这两点 我们看到了中方外交部已经开始有反应了 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加激烈的方案来应对 但其实今天在美国要出现一个投票 参议院现在出现了一个法案要投票 要求川普总统 在未经国会允许的情况下 擅自做出决定 向伊朗看 这种情况在川普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 就出现了 就是关于河岸里 我不能交给他的问题 那么作为一个总统 现在要压缩他的权限 尤其是开战的这个权限 这反映出来美方 在国内对他还是有一些制约 我们知道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已经持续了一年半了 或者说接近一年半 是吧 一年三个多月 那么川普在去G20之前就改过态 几周之内 未来的几周之内 也就一月的G20以后 美国就有可能针对 三千多亿也要加税 那中方现在的态度呢 是没有任何反合的机会 包括到这个G20会场以后 希望还在谈 关于这个中国要更加的开放 不要搞单边主义 不要搞长臂 对吧 所以不要对G20的成果 抱有太大的幻想 这是不太现实的 现实的很简单 中美之间不会达成一个明确的行业 有一个公开的缓和期 谈判能够被重启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不要人为的去预测 G20中间 中美双方在会谈中 谁更强硬 其实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 各个层面都不能支持 西方过于强硬 在国际政策中 做出自己的决定 他所有的立场 都基于目前中国的现状 中国的现状其实 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乐观 有一些人总是认为 中国强大了 曾经提出来一个 G2的概念 可以取代G20 整个世界 中美两家就可以说了算 现在大家已经可以明确的知道 一年慢以来 通过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制裁 美方采取的这种单边制裁 加上关税 几乎 大家都应该能了解到 从科技这个方面来说 中国连德国和日本 都没有超越 更不要说美国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不对的 我今天看到一幅漫画 一条狗对狮子说 我有一千个不咬你的理由 是啊 作为狮子来说 他确实没有咬不咬你的理由 他一直在考虑的是 吃不吃你 那么我们也知道 因为中美在过去的三十年中 经济捆绑的 过于紧密 归根到底一句话 人家就是全盘撤出 你也没有这么多资本 来对付人家曾经在中国的头路 所以中美之间的问题呢 它不会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问题 大概率的还是 美方不断的削弱 中共对世界各国 这种影响 那么通过对中国经济的 不断的制裁 来消灭一个 企图挑战 美方线性主导的 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 这么一个冲击 说到底一句话 人家没哪里当对手 人家更多的是在教训 事实呢 就这么惨恐 不用认为中美之间 已经可以平等的对话了 中方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按实际情况上来看 更多的是人家考虑到 因为中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没有可能在短期内 出现一个大的决裂 那么这个不断的削弱中国经济 这么一个步骤 可以说是不可逆的 有关于这一点 不要有太多的幻想 认为还有可能 或者还有可能 出现新的发展 我知道有很多人非常希望 这次G20能有一个满美的心意 甚至会前我们也看到了 有些人在放风 是吧 中美之间的谈判 已经完成了90% 但是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消息 更多的是为了稳定 美国的经济 或者说不想让全球经济 受中美之间问题 拖累太深 理论上 他不是应对中国问题 而是为了稳定世界经济 从川普上台以后 他撕毁了很多 他认为对美方经济不利的 国际协定 重新开启了 美方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谈判 甚至也包括类似于像印度这样 正在发展中的经济体 那么针对中国 这个既社会与美方的政策 能够让它融入世界经济体 又想创立一套自己规则 它是有明确的遏制的手段 短期内这个趋势不会改变 那么随着全球更多的国家 参与了这次遏制 未来的中国 在经济这个层面 受到的打击 只会更重 不会减轻 这个趋势长期 不会改变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